第二十題步驟6,我們可以猜測在冥中殘留的東西是 我們曉得酸鹽中和通識是酸加鹼會產生鹽加水 而在我們JAC實驗裡面 我們所提供的酸是鹽酸 我們所提供的鹼是氫氧化鈉 所以鹽酸氯化氫 加上我們的氫氧化鈉NaOH 那麼我們會產生的鹽跟水呢 就是我們的氯化鈉NaCl 再加上我們的水 再加上我們的水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的步驟6這裡 所提到的蒸乾 殘餘的物質呢應該就是氯化鈉鹽吧 所以第二次題問我們說 我們可以猜測在冥中殘留的東西是 我們答案選的是CNaCl氯化鈉